李永德拿著黑色購物袋 來到京佔的便利商店 買完飲料後 想要從這個方向回家 不過呢 卻已在這個服務台 遭到警方攔檢 李永德深夜出沒在台北轉運站 因為他的家 其實就位在轉運站樓上 邱映營護丈夫說李永德 因為居家打扮外出 所以才會遭到盤查 看看當晚李永德行頭 運動外套 環保購物袋 再加上假腳脫 在自家樓下買飲料 遭到零檢 不瞞警方執行公務 滿瞎的 他說因為李永德 是穿著假腳脫 行色匆忙 所以就把他攔下來盤查 要他的身分證 這個事情我想就大事化小 但是我認為警方的 勤務教育的部分 可能真的是還必須要再做加強 警方執行公務勞工李永德 拒絕盤查 邱映營還扯自己是大事化小 一副不想追究 所以他根本是心裡自己有鬼 警察也是隨時領檢 而且這邊真的 他們也是抓到很多要犯 他們有他們懷疑的地方 對啊 他們要盤查 可是不要太誇張 我都覺得OK 特委會主委李永德 今天沒有來到 位在新莊的辦公室裡 時間點敏感 就在李永德被警察盤查之後 今天他說自己要去健康檢查 不過當記者來到客委會 想要了解鄉親 卻不得其門而入 3月19號晚間李永德遭到警方攔檢後 臉書上PO文討拍 隔一天卻不見蹤影 不面對媒體 只說自己請假去做健檢 時間點敏感讓人懷疑 李永德是不是在避風頭 身為閣員 李永德拒絕公務員依法行政 惹一身影 爭議再聽一筆 姐黃家衛就會自得不到